夏天呢有的时候人会容易中暑 有的时候呢还觉得好像很容易心慌啊 容易滴血糖呢就要吃点甜品 比如说吃布丁 原来这两个小瓶里装的就是甜品布丁 吃完了之后这小玻璃瓶非常精致 非常小小扔了很可惜 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改造的命题了 就是改这种吃完了布丁之后的小玻璃瓶 蓝队找到一截拖把杆弄出几个凹槽 用麻绳直接把几个布丁瓶拴到木棍上 在里面放上小绿植 红花绿叶生机盎然 他们对自己的作品颇为得意 我们的中午改造完成了 看着是不是挺有着谱风的 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季节和心情 变换瓶子里的花 老公我们实在是太有才了 红队找到一块废地板 用电钻在上面钻了几个孔 这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他们用铁丝把三个小布丁瓶 固定在地板上 做成了杂物收纳瓶 好了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 来 很实用啊 动手能力超棒的 那是当然的 然后钥匙给我一下我们试一下 然后平常我们就可以把钥匙挂在这儿 然后拿着我们就可以走了 好 我们红蓝两队就改造的作品呢 已经做好了 先来看一下蓝队的作品 看啊 一个小竹竿 错落有致的用麻绳掉了一二三四五个小瓶 这五个小瓶里分别都是放了一些绿植 非常的像有枝子花呀 还有这种红色的小花 一个挂件放在家里面上新月木 而且你既然放了绿植 就可以往里放一点水 只要这个水不流出来就可以了 啊 红队呢 是用了一块木板 然后用了三根铁丝 做了这样的一个装置 其实呢 是可以把它钉在墙上的 然后放一些 像放钥匙也可以 放一些杂物 其实也可以往里插一些花 很漂亮的啊 也很精致 我们现场呢 有长沙的交换空间的 50位热心的观众朋友 我非常想请大家用手中的乒乓球告诉我 你更喜欢这个挂件 还是更喜欢这个挂件 两个做的都不错 是不是 好 投票 开始 好 我们的评比已经结束了 大家发现了吗 红队和蓝队这次的创意是差不多的 而且做出来的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都有观赏性和使用价值 好 英雄所见 略同啊 所以我们的投票结果也是非常相近的 24票比26票 恭喜红队26票 非常全的工具 好 来 你们也是很全的 谢谢 谢谢 稍微微缩版一点 好吗 好 那本栏目选手奖品 由雨红防水为我们提供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可以收房了 好邻居们 好不好 紧张吗 紧张 待会儿我们就收房 谢谢大家